接下來請許巧欽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我們有請蔡局長 請蔡局長 好,謝謝主席,許委員好 局長好 我印象中呢,2024年的選舉 有傳出不少的影片 跟錄音檔 那當時大家都不斷的在問說 到底呢,是defake身為 還是呢,他被駭客入侵了 那我今天呢,就想要請問 就關於後續的調查結果 我們所掌握的 有相關於國安的情報部分 是怎麼樣的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喔 第一位是這個鄭文燦副院長 那先前呢,就有委員 在去年10月的時候喔 在當時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那時候國安局也在 那他就拿了這個相關 所有的影片 那不過這個案子的調查 因為已經移送到司法警察機關 特別是檢調 已經立案在偵辦當中 所以目前的調查進度 我不便說明 但是對於委員在關注的 有沒有從國安的角度 來看到他相關的一個訊息 散播的一個管道跟來源 這個我們有去瞭解 請問 那這部分我們所瞭解到的 是當時的一個IP的位置 是位在中國大陸的上海 由這個IP的位置來 進行這種源頭的散播 這部分我們倒是有掌握 所以相關資訊 也有提供給檢查到的參考 您的意思是說 這個鄭文燦副院長 他的影片是真的是假的 目前在司法檢調進行調查 但是我們從國安情報上來說呢 他的來源是從中國大陸的上海 再做一個散播 那請問您認為 這個影片在外流傳 他是否有涉及所謂的 境外戒選的問題 對這也是我們關切的重點 我們認為在大選的期間 有這些影片的出來 那不管他的影片的真偽 就他散佈的一個時間點 那以及他特別鎖定的 希望透過這個影片打擊的對象來講 我們不能夠排除 有中國希望戒選的一個動作在裡面 那您認為就是說 在國安方面的資訊 我們情報調查 除了目前所揭露的相關 影片以外 就說有在媒體上面 所揭露的影片以外 國安單位是否有掌握其他的情資 是關於鄭文燦副院長 其餘的影片在外流傳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去做相對應的國安處理 目前還沒有看到其他的影片 在網路上散佈 那假如有的話 以我們的相關的技術跟系統 都可以在第一時間來掌握 好那第二個部分 問到的是我們過去 在國防外交的委員 也是招偉羅智政 那比較嚴重的呢 我覺得倒不是影片的問題 而是 立委們都有質疑 就國安有沒有去調查 這個蔡總統被錄音的問題 那請問在於蔡總統是否有被錄音 這件事情國安局 就我們的國安情資所收集的了解情況是如何呢 對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案子在第一時間就移送到調查局來處理 所以相關的一個影片或錄音檔 他的真偽的辨識 我們認為還是要由司法警察機關來做裁判 所以我們在司法檢調出來結果之前 國安局不啟動對於是否蔡總統錄音 有國安其他的機密外流的問題的調查嗎 還是我們有同步進行 對假如檢調方面有來文喔 希望我們國安局提供相關的資訊的話 我們會提供給 他們有向你們提供相關資訊嗎 目前應該還沒有 目前應該 所以不曉得現在目前偵辦的情況如何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非常的擔心喔 就是說如果這個羅智政委員 他的錄音檔為真 那包含是平常他作為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周委 他平常跟包含我們很多三軍統 所以包含國安局長您 還有很多人都有對話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錄音 如果是從他的手機外流出去的 那恐怕不只有蔡總統的談話被錄音 局長您同意嗎 對我想對於各種可能性的推測 我們尊重委員的一個猜測 那因為他已經在偵辦過程當中 我還是會建議由司法檢察機關來 但是司法檢調的部分 他只會針對說這個 比方說這個錄音是否為真 他去做一個辨識 可是我們今天擔心的是 沒有被公佈出來的部分 我們假定 我們先假定這個東西是真的 那他外流出去了 但他怎麼外流的 他是否是被駭客入侵的 如果是被駭客入侵的 他有沒有去掌握所有的 包含我們現在可能包含我的手機 包含我們馬委員的手機 省委員的手機 有沒有我們國防外交委員會的手機 被駭客入侵的問題 這一點司法檢調不會調查 這一點是國安單位應該要掌握的 請問我們國安局這段時間起來 對於這些情資的處理做得怎麼樣 對基本上我們不會對國內的政治人物 做相關的政治的增防或資安的增防 但是假如貴院的委員有這方面的疑慮的話 那國安局很願意提供相關的專業的知識 或提供必要的協助 最起碼應該針對羅之政委員的這個部分 要去做更詳細的調查 因為他過去是國防外交的招委 跟你跟在座的各位過去都有很多私下的談話 假設這個為真 而不是他個人主動外流 是被其他人所竊取 那我們就會合理的推斷 還有其他相當多跟國防國安機密的內容 是外流的 他們或許基於其他的理由 他沒有讓他在網路上面曝光 但是我們國安單位是不是要去掌握 到底有多少的情資去外流 我們到底有沒有做這些動作呢 從2024大選到現在 對我想尊重委員的推論 有各種可能的狀況 那正如委員剛剛所假設的 這是你自己的一個推論 speculation 那各種可能性都有 你包括可能是不是手機照片 但是我們國安單位不就是針對各種可能性 我們都要去提前的防範嗎 我們今天不能說 如果今天流出了蔡總統的 調查蔡總統的 明天如果流出局長的 調查局長的 後天流出國防部長的 調查國防部長的 如果我們知道他外線是來自於 他錄音的手機 有這樣子的可能性 我們是否在情資上面的布線 就應該要更完整的來做相關的調查 對我們會 重視的還是在於 知通訊的安全啦 我剛剛有在跟委員報告的是 我們不會去偵查委員的通訊的 不是去偵查 是去外 不是去偵查委員的手機 而是從各方面去了解 是否有特定的駭客 或是境外的勢力 有要用他的這樣子的一個勢力去竊取 包含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機密 然後相關的機密是否已經在外流傳 這跟委員的手機 你去調查他的手機是兩回事 手機的調查那是檢調的事情 那不關你的事 但是有沒有其他國安的情資已經外洩 那絕對是您的職權 是吧 對在這部分 對於中共端的 他有可能透過各種的一個滲透的手法 包括知通訊 各方面 所以我們是想要問 針對這個委員的部分 我們現在調查的如何 我們從2024年的選舉過程到現在 有做過任何的處置嗎 只要相關的一個案例發生之後 就以這個羅委員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還會問其他的人 對就相關案例發生 這個部分沒有嘛對不對 對就相關案例的部分 就是有檢調來釐清相關 所以國安局都沒有 對就國安局的狀況來講 我們會注意中共對於我們國內 各種的知通安全的侵害 再跟您確認一次 就是針對羅智政委員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單純的送到檢調 國安局沒有做其他任何的處置對吧 對我們剛剛也有在講 我們在溯源 沒有問題 我們再問下一位 那這個跟手機已經沒有關係了 這是當時我們資深的 國防外交委員趙天玲委員 因為他的緋聞對象 是一位大陸局的女子 當時就有非常多的立法委員詢問 有沒有涉及國安疑慮 當事人當下聲稱說 他願意接受國安調查 那請問這方面 我們的調查結果如何 有沒有涉入所謂的 境外勢力介入選舉 這些案子 剛剛講的委員提到的案子 都已經送到了司法 這個沒有啊 這個跟司法沒有關係 這是他個人的 個人的私德的問題 對他個人也是 把這個案子有移送到檢調 但是問題是他說 他願意接受的是國安調查 他當時不是司法的部分歸司法 國安的部分歸國安 所以我想請問在趙天玲案上面 我們國安單位有沒有做相對應的啟動 跟委員說明一下喔 國安局是情報機關 對對對 我們並不是司法檢查機關 是是是 但是因為司法檢查機關 他做的也不是所謂的國安調查 對所以我們要問的是這名名子 他是否在我們的國安調查當中認定 是刻意的來接近國防外交的委員 來竊取機密 是針對這個部分 跟司法檢調無關的 還是有關 因為司法檢調有針對這個問題 來行問 所以你們了嗎 對有有問的 那怎麼樣呢 這是我們回答司法 所以你們有去啟動相關的調查 在這個案子上面 有把相關的資訊提供給檢調當中 所以那我可不可以換一句話問說 在趙天玲案裡面 我們所調查這名大陸籍的女子 她是否涉及境外勢力影響台灣選舉 在這個訊息出來的時間點 確實是比較敏感 因為確實是在選舉的期間 那另外我剛剛也跟委員提到了 這些影片所曝露的對象 幾乎都是特定政黨的相關的黨政人士 所以在時間上還有在特定對象上 就我們國安單位來講 我們不能夠排除 OK 所以你們在趙天玲案上面 不能夠排除他們這個事件 是有中國大陸這個戒選的問題吧 對 各種可能都有 我們會協助檢調來釐清案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